國雄的故車頭 今天開始進行 三月的大工程 國雄開車頭有兩千五百棟 那一檔 順利翁白刷二十公分 整個工程暗算在高貴 帶到的刷到中山路車對面 這檔底關系的建築 要來正做國雄車頭的新大門 今天大概會移動到幾公分 先讓部長來試推一下 兩千五百棟的國雄老車站 在台三十六棘積極和鐵機 就親像穿出兵的 準備買到刷刷去車站原地的所在 以下這天提早開始刷圍的大工程 工程喔 我們要前一年的進度大概是 1.4米 4.8公尺的部分 大概順利的我們預估 大概三天到四天來完成 交通部長翁國仔 在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開設時 是高雄市交通局長 已經正高雄老車站回家的立宿 老車站的四角形處定 請像第一點關 是日本時代得優的第一關式建築 目前一定是立宿建築 這次創下專台上大門物 稍微的記錄 一個城市的記憶 如果一個新的建設就把它抹滅掉 是很可惜的 那現在因為有這個保留 所以這個八十年的車站 回到我們高雄新站區的中央 讓高雄人永遠記得這個車站的過去 對今天開始高雄老車站 先往北邊刷四點八米 年後又對西邊刷 將近五十八米 暗算高雄鐵可以搬回來 高雄新車站的大門 每年一月定位 以後要接著 立宿燈爛的空間 記者回家文學位作 高雄報道 記者回家文學位作 記者回家文學位作